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陀莱福来到了福建的永定土楼 说个国曼 大鱼海棠都听说过吧 它的取景地就在这 这个就叫做儒生楼 它是最小的圆形的土楼 看过大鱼海棠的朋友 肯定不陌生 在大鱼海棠里 那个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 性别的灵魄就住在这 东漫几乎还原了这座土楼 所以进去的那一瞬间 让我充分相信 这世界上是有奥特曼和快乐星球的 这是镇城楼 这儿最大的土楼 是挺大的 是的 我们现在去上楼 就跟着村民一起上去 一个人十块钱 哇 你看这 特别好看 镇城楼也出现在了 动漫里 而且它是这里最大的土楼 话说到这 我建议没看过这部国漫的朋友 请站起身去楼道里站一会儿 倒不是因为我多推荐这部作品 主要是因为如果跟不上我的节奏 会让我感到很尴尬 这个楼也有八卦 你看咱们在这个格子是一个格子 一二三四六七八 一共八个格子 前看根阵巡礼工队 你这都知道 场景过得刚没有不知道 好像还有一个别称叫 东方的建筑明珠 是老外企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鱼海棠女 可以踢一个大鱼在我的对面 本集的上半部分 我们就奥特曼这部动漫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但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又拍到了很少的游客 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住在了土楼里 趁旅行团赶回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我和托来福才会跑出来错峰旅行 这样的举措可以说是利国利民 也为本视频的下半部分 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来吧 看你今天住的这 我们住在福育楼 这个应该是 土楼这块道价最高的 这个福育楼最早是 三兄弟的家 一共尊为三个区域 你看这写着一个早身 这个原来是家里男性洗澡沐浴的地方 对面就一个女性洗澡沐浴 叫雨独 对面有这个宅子的大生物 这个画像就是之前这个宅子的仙人 这边大镜子有两个作用 过来过去的时候 去整理自己的衣服 还有一句话 叫君子博学日餐醒呼吸 因为当你从这过的时候 看看自己准备做什么坏事 你要不要照一照 你今天做错什么事了吗 去扣这 吃扣院 我们就退了 好热闹呀 今天就住这个土楼里 独仓 原来这特别的古老的这 上楼我要小心啊 你先上 柴房 记得名字老烟房 这儿应该是餐厅吧 好像这这儿的二层还能往上 这个民宿好像只有两个房间是有独立卫生间的 其他的都是公共的厅间 这个叫古床房 常规的房子都是这样 只有公厅间 然后没有卫生间 就这么简单 卫生间在那边 还有洗澡 这是我公共卫生间的浴室 咱们这儿到几层吧 咱们走 现在是四层 这是房东的架 马上到五层了 一走路面有背走的阵 这是我们的房间 天字一号 天字 天字号 对 乱七八点 这儿有一个卫生间 就往这儿一坐 感觉还挺好的 这个小厨就可以了 福与楼是这里最为富丽堂皇的土楼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如今由林氏家族的阿文继承 他是这里的第六代楼主 他的奶奶姓姜 83岁 也曾是这里的主人 我们没有像小孩子一样 像一位老奶奶索要故事 而是只和她平静地做了片刻 我以前当老师 当老师上面有钱 我叫你闻 奶奶说四十从头 有十多个重生 我十八岁就扎到这边 六十多年 我老祖宗流着很好 很善良 我走第五到 生者第六到 同生第七到 我现在都还要教她 对客人要有热情 要五十一遍一点 成都市不要那么贵 才有回头课 做人一 要讲良心 良心是重要 二 要讲道理 三 心态要 心态不好 有味道甜 算不到 我和陀莱福 我和陀莱福在福建的故事全部讲完了 关于旅行 我们似乎从未做出过极为精确的预测 但很多不期而遇 却让旅行这件事充满了魅力 尤其是旅途中的人 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停的 但他们却让历史有了温度 一草一木皆为岁月 经历过岁月的人 必然会有故事 也有温度 人生一世 谁又不是看客 只不过看多了 自己也就有了温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